跟走 赞书的这一刻 高雄市大树区西部国小全校师生都很欢喜 因为学校原有的辅导师正式成为禁私阅读书宣 将丰富偏远地区孩童思维 我觉得这里非常安静很适合读书 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能让人静下心来 我们学校位于大树区的北区 那相对来讲是资源比较少的地方 有了这个书圈之后 对于小朋友的心性也是有一种安定的作用 从小就在市区读书的词义志工张志泽跟姐妹却 看到偏远学校能够拥有良好的阅读空间 更有感触 他们这里的学生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 因为我们市区长大 学生很多闹哄哄的 然后他们这边算迷你的学校 非常需要这种东西来跟他们做一些互动 也希望说这个图书馆能让他们 就是更增加他们多元化的学习 近次阅读书圈500本儿童书籍及近思语 学童各个认真翻阅 相信书籍知识的滋润下 定人让西埔国小全校师生开拓不同视野 大海新闻学员林道明高雄报道 大海新闻文化 大海新闻公寓